你好 欢迎收看1月13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如意慧 华联先议会在13号下午举行的 势力殡议馆迁移专案小组会议 多位议员要求民政处应该要明确地说 是否已经有定案或计划 而民政处长林金虎表示说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规划 未来是否会执行相关计划 也必须经过议会审议之后才可能会执行 正历许久的势力殡议馆迁移问题 13号下午由先议员叶昆景举行转任会议 也邀请到了多位议员以及民政处长 环保副局长 人民处副处长列席 以专案会议的形态 希望了解先议民政处在势力殡议馆迁移的未来计划 那今天召开的会议也并不是说 我们今天就是一定把位置 一定签选签定了在哪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都是可以探讨的一个因素 一直到目前为止 包括林处长在总执行的时候 也说明了 目前在评估的阶段 有三个地方在做评估 但是本期在总执行当中 建议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整个一个殡议馆 真正能够务实落实的 在这一个适当的地方 来显定这个地点 所以才会建议说 是不是在过去现场任务的时候 已经早期规划的生命无法园区 就是在五全公募里 距离五全公募约差不多五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二十公泉的一个生命无法园区最早的一个规划 与会的多位议员也提出了对于势力病医馆迁移的相关资料提出疑议 针对了民政处是否已经确定选址受封市令园区 强烈要求民政处必须做出绝对的行准责任 明确告诉民众是否已确定落脚生风箱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建议嘛 我们建议说火葬场是怎样把它平 你现在明明自己就一直强调哦 你说火葬场不在那里 对啊对啊没有错 你一直强调好那你回答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火葬场不要设置在那个地方 这是我们可以建议的嘛 在我们生风箱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 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不晓得到底民政处你们有没有尽到你们的本分去沟通去协调 完全没有 甚至于我们的乡民说何人同意那何时沟通 我想民政处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沟通 那再来我当时夜夜演其实他在咨询的时候 隔天就是我但是我并没有反驳你 但是你呢在11号你到了代表会去做一个说明 就刚才你说的我们就只有纳古塔 殡议馆宿战火葬场不去 这能你讲的吗 对不对 你能够打包票吗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子讲真的是让我们真的很错愕 民政处长林金虎也表示目前胜利病医馆迁移在106年有做过相关地点的调查以及资料的收集 之后就会做相关的计划 那其实这个案子已经讲很多年了 我是今年7月底我才来接见这个民政处任 那么以前就有在谈 包括乔林家小组长他们以前 那么也曾经委托一个规划的团队来踏遍我们华人这五个乡镇里面到底有哪些地方 公公地去踏班的结果他们最后踏出来就是 其实陈如在上一次议会 那个英文也议也在问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这个规划团队有建议这三个案 但是陈如李一言刚才的时候讲的可能尚未详尽 所以因此这个案子到最后也是没有做成一个决议 也没有做成一个定案 会议当中对于设立的地点 张怀文徐选玉都相当强烈要求民政处必须要负其责任对民众说明 而且要把计划与实陈与各乡镇社长做说明 而民政处长也明确表示 目前民政处都未有殡葬议员化的规划与想法 更不可能有确定的设立地点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